第一个 人胜过天的 基本上可以说胜过一切六道众生的 不只是天 胜过三六道的 有三种 这三种刚好就是有利于修行 第一个我们就说意念症 能够敬意 因为能够敬意 能够思维 所以会有智慧 我们基本上就是受词 闻思修 你修行前面一定要稳 多稳 而且能够记忆 你不能记忆 以前没有思完 你不能记忆 你就没有办法悠醒 就很难修行 所以要能够记忆 保存记忆 然后要能够清楚 而且能够思维 很深刻的思维 也不是泛泛的思维 很深刻的思维 所以这个叫智慧 意念症 就是智慧比较利 一样是菩萨 苏佛世界的菩萨 智慧比其他进佛国主的菩萨还利 这是一个据说 大圣里面讲到这个佳瑟 听说佳瑟 陆定在基祖山 也不是陆定 那就是陆身在基祖山 灭坏 然后那个身保留在基祖山 那有一种就是他陆定基祖山 那山合起来 等到弥勒佛来的时候 那个弥勒佛来的时候 弥勒佛会带领这些菩萨 弥勒佛来的时候连受八万日间 就是四人间进土 那个人的身形都很高大 好像天年一样都很高大 然后各个都很庄严 三十二相这样 然后这是弥勒佛就会带领 弥勒佛成佛的时候会带领他的地址 然后到基祖山那里 不是陆连的基祖山 印度的基祖山 就到那里 然后说 然后去的时候 去的时候那个山壁就会打开 然后加塞菩萨就会出来 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开始就变化 然后穿着那个当时的加塞 然后开始变化 然后那个弥勒佛就会讲 这个是当时的释迦佛时代 年寿一百岁的时候 到释迦佛时代的头头型 第一的大家设尊者 那些菩萨就开始讲 怎么这么小尊 怎么身形这么差落裂的 就是什么 那谁到这边 这以前的菩萨 怎么这么身形 怎么这么不堪 这么丑陋难看 因为很小 那个弥勒佛也会告诉他 你要小看这些 这是因为当时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那样的就是古著二世里面 这些菩萨每一个都很有力量 都很难等 再这么痛苦 你们是在很好的环境休闲 他们在那个很痛苦很不容易的地方 能休闲 这个非常厉害 这个超过我们 就这样讲 那一样你看那个大圣经典里面 他方佛果如果要来说佛世界参访 这个佛果跟佛果都会参访 像极乐世界每天早上都要他方十万余佛果参访 那些没有来过的人就会心跟他想 你记得你不要小看这些 娑果世界的菩萨 这些每一个都很利根 第二个就是非常有智慧 人能不计功力 克制自己 修习犯恨 犯恨就是清净恨 清净恨是自己的身心 清净合理 有利于人群 而且为了休闲 克制自己 牺牲自己都悦定 人类的道德精神非常的大 这个叫做犯恨慎 犯恨慎 就能够修犯恨了 那第三个 人类为了达成某一个目的 忍人苦忍难 精勤勇猛的去做 非常精进忍耐的去做 那么非达到目的不解 这个叫做勤勇慎 心忍不保的接受 一定要做到 那么奴家说 智人勇为人类的三达德 人类里面 智者不获 人者不忧 勇者不俱 一样是这三个 三达德 奴家也是讲道德 道家也道德也讲道德 那奴家的德里面 就是人的德性里面 人家中奏有种德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明白人的这个德性 了解清楚 这个德 那德里面主要分三达德 跟四为八德 主要是这样的 三达德跟四为八德 三达德就智能有 智者不获 没有 这个就智慧 这是人 发挥到一个极点 这个就是 人的三圣里面的 意念圣 因为是导师把这个智能有 拿来这边比较 我们就拿来 智者不获 人者不忧 犯恨圣 利益人群 亲近 修亲近人 去利益人群 犯恨圣 勇者不去 勇者不去 勤勇生 精心 精情勇猛 勇 勇生 好 所以他说 奴家说 智能有为人类的三达德 与佛收的大体相同 如果我们要来比较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 人为众生中最可宝贵的 成圣成选 成佛做主 都是尊重此人类的伟大 就是把人的潜能 发挥到圆满究竟 你有这样的特点 把你的特点发挥到圆满究竟 所以成佛就是这样 圆满 努力向上所作成的 他说 经上说 如诸天命中 其他的天就说 愿得生于安乐趣中 天上 天人很少往上升的 天人很少往上升 天不太会在修 天他不太久 他就是想福报 福报完了就往下跺 所以 御界天的很难说 我到御界天 我要修到色界天 如果我们在御界 我们就是人是上升下降的枢纽 你要往上 比如说我现在修御界 你遇我得到色界的禅定 好 那我要进一步 我要修无色界的禅天 可以 那到色界 他就也很难再修无色界 他就在定中 就享乐 那御界他在五御中享乐 他人受苦的时候 他说那我要行时尚 以后升天 你当升了天 他就在 他就在福报里面 他不会说那我要修禅定 我要更进一步离御界天 他离不了 他就沉溺在御界里面 他离不了 所以天 升到天 很少往上升的 几乎没有 没有办法再往上 因为他不会 他没有很少修禅 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增上 所以寿命进了一定往下掉 寿命进了就往下掉 那掉掉到哪里最好 那不是人就山都高 那当然没最好 所以他们很希望 他们都说人家都希望 因为我都是从人修禅来的 那我希望我以后下去做人 做人的时候 我在修禅 我可以再来升天 都是这样 所以人 天以人为善处 那人以天为善处 如果你不是佛教主的话 那大部分 你看基督教主 灰教主 信马祖的信什么 都是以后希望以后能够升天 到天神那里去 人大部分的人是以天为善处 那大部分的天都是以人为善处 人希望升到天上去 天人希望 人希望寿命进的时候到天上去 天人希望寿命进的时候到人间 修学佛法 再努力在行上 人间才有的修 你天上要布施都很难布施 我跟你讲 要持戒也持不了 用忍路也不用忍 没有怨证会啊 你有什么忍 大家都很好啊 你有什么忍 也没有人会伤害你啊 那你也没办法帮助别人啊 你家跟我家一样有钱啊 我干嘛 你要送的东西 当然也送 这种送也不是 比较不是 就是以上往来 就是送意识的而已啊 有钱也送 有钱也这样 你来我家吃饭 我去你家吃饭 你来看我 我的歌舞表演 我去看你的歌舞表演 你来参加我的业会 我去参加你的业会 天人就是过這種生活 有点像上游社会 今天去参加业会 明天去参加歌舞会 我去看表演 明天去填演讲 然后一起去逛百货公司 大概就这样啊 天人更输贞点 他们也不用去看医生 天人不会生病 偶尔也会有腰疹的 但是很少 大概说明都没有到几 而且福报都想几千年 都想几千年 你看人可以摸一百岁 这一只狗顶多摸十年 就了不起了 十年了 再久了十五年 就已经很长了 超过二十年就非常少 大部分的狗大概在小狗的时候 如果能够躲得过 那就可以怎么 因为 所以要去打一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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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大部分小狗在几岁的时候 五个月或几岁的时候 很容易就死掉了 那不死的 动物大部分都这样 动物中央有很多 就是说生出来 然后你可以摸摸到寿命性的 一百只大概只有一只 真的 那人多一点 那天人更多 是这样 那活到寿命近的 比如说北蒂如多 一千岁就活到一千岁 不会少 这种很少 就是北蒂如多这样 三大多的人都活不够 天人有些也活不够 那大部分是比较 活不够的比较没那么多 很少 所以这个就是天人 天人比人出胜的 我们讲人比天出胜的 不要说比天啊 比所有六道众生都出胜了 五道众生都出胜了 五道众生都出胜了 这个就是意念性 泛恨性 情勇性 智慧比较 智慧比较力 然后比较有力量 比较勇敢 精进 比较会为人着想 比较会休闲 那天生活人的呢 也有三个 身形 身形殊胜 寿命殊胜 身形 身形 身形比较庄严 就是天比人殊胜的 一个身形 他们都很高大 很庄严 身形 第二个寿命 就好像一只狗 大概活十年 一个人 最少 大概基本上活七十年 那一个圈人 活一千年 两千年 这个是个小事 就像我们一生中 可以看过很多只狗 养过很多只狗 五六只狗 从小养到大 这样可以养 大概六只 六只到八只 都可以 十只也可以 那天人 看人生死生死 大概可以看个几百次 他一生就这样 还有一种 就是福报 福乐 天人胜过人间的殊胜 第一个 他的身形 比我们庄严 殊胜 好看 没有病 第二个 他寿命比我们长 第三个 他的欲乐 福乐 比我们多 十一得一 失死得死 他住的宫殿都很大 那我们住的宫殿 小小的 他住的宫殿很大 他身形也大 他享受的比较好 天上吃的饭 跟我们人间的饭 那不能比 天上穿的衣服 跟我们的衣服 他的环境比我们好 他的环境比我们好 就是福乐 这个环境比我们好 就是 他的衣报 这是他的正报 这是他的衣报 都比我们好 他手术的五乐 五欲 色术 色声香味 都比我们好 他的音乐也比我们好听 天乐 饭乐也比我们好听 他当上就是这样好而已 那人比天是不是这个 智慧 智慧 人比天有智慧 人比天有感 人比天还有人爱心 就是比较能够为人着想 因为有苦 这三点 因为这样人能够修行 天难修行 天很难修行 所以他讲 天人希望寿命境 能够升到人间 那是因为人间有三宝 人间有三宝 所以他们希望 升到人间 人间有佛法身 那依佛法身可以升到 再升到天上去 当然你如果 你不一定信佛教 信佛教他比较 他跟你讲 善跟恶跟你讲得很清楚 那其他的宗教不一定 把善做恶 把恶做善的很多 那以前我们到家也这样 杀鸡杀猪 然后是什么 祭神 祭神是善业 杀鸡杀猪是恶业 善恶夹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以为这样是好事 是不是 那所以 但是佛教跟你讲得很清楚 什么样会善 什么样是恶 你这样做造的 绝对没有错 那其他的宗教还不理听 还不理听 所以你看那个佛教主 一手拿可能经 一手拿刀 杀死佛教主是可以升天的 没有 杀死异教主是可以升天的 你看 这个从佛法来讲 这个绝对不可能升天 你杀人哪有可能升天 你杀生杀动物都 有时候都升不了天 你杀人还能升天 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如果你看佛教主 杀的是异教主 杀的是异教主 你是可以升天的 所以你那个 为什么佛教主 那么多人愿意绑炸弹 做人落炸弹 他这一次牺牲 他死后 痛苦一下子 他死后到天上 只缺点享乐 他为什么不要 因为死后可以升天 让他愿意啊 就是圣战 佛教没有这种名词 告诉你这个方法是不对的 而且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让你升天 有一些在河边祈祷 持重 河边洗澡 然后持重 沐浴 然后就可以升天 佛陀也跟你讲 这样也不能升天 有很多升天的方法是错误的 你当然不一定要依佛教的 可是佛教告诉你最正确的方法 你真的要升天 他告诉你 要升天他必须怎么做 你靠祈祷 持重 你靠杀生 祭祀 你不能升天 真正正正要行十善念 如果你能行善念 你就是不念佛 不信佛 一定要可以升天 你如果不信十善念 你如果不行十善念 你念佛 拜佛 祈祷 你一定要不能升天 佛法跟你讲得很清楚 信佛就是要有一个很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方向 你才能够达到正确的结果 这是这样的 所以天人为什么要升到人间 因为人间有佛法 佛在人间 佛出人间 人生还是诸天所仰望的乐土 怎么生而为人 反倒自怨自悲空过此生 那么好不容易 说不定我们过去也是生在天上 那么发愿要带来人间的 真的 你看到人间难免要受一些苦 受苦是好的 但不要太苦 太苦也没办法休息 真的 今天都饿得要死了 病得要死了 哪有办法 想办法要去哪里看医生 想办法要去值 要去赚钱来吃饭 太苦也不行 太热也不行 他刚好像这样 半苦半热 有苦有一点热 堪忍堪忍 有一点人会冷暗 那就可以 所以接着讲 难得而今以等 就是人生难得今以等 佛法难闻今以闻 也像这样 今情修法行 末死入宝山 垂手探空归 就是我们常常讲 入宝山空手而恶 这个佛法是一座宝山 你进了佛门 你就可以成就很多功德 所以普门平才会讲 善男子善女人 月入大海求取其保 就是你进到佛门里面 你要累积种种功德 意思是这个意思 好 那人生难得今已经得到了 那应该怎么样的发行 就是做人不容易 但是我们做到了 然后文法不容易 我们听到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 就好像你要考上哈佛大学 非常不容易 就是你要上大学 以前我们那个时代 上大学很难 如果考上大学 我家里有会换便炮 现在没有 现在不考上大学很难 以前是真的是很难 你又考上大学很难 你考上的又是哈佛大学 那就更难 那你已经考上了 你怎么不好好读呢 就是这个意思 好不容易 你要几十万人里面 以前大学的入取率 好像是千分之几的样子 这千个人好像只分取几个这样 就多了 就不很多 现在是百分之九十几 大方多得人讀大学 而且很少 你好不容易考上 而且还是考上最好的大学 那你为什么不好读书呢 你考上大学你就开始玩 那你得 好不容易得了人生 又闻到佛法 就好像好不容易 考上大学 而且考上哈佛大学 最高的大学 你不好读书 浪费了 浪费了你的财力 时间 金钱 体力 用那么多时间 来考上这个大学 你知道我们要用多长久的时间 累积多少的功能 才能得人生文火法 因为我们没有宿命通 如果我们有宿命通 看一看过去我们多辛苦 才有今天这样得人生文火法 你就会很珍惜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他会觉得就不会珍惜 所以他这里讲的 你应该怎么样的欢喜 把握这难得的时机 而且不长 你看我们现在 有的六十岁有的七十岁 像我都快六十岁了 五十几了 我看我可能活不到预定的年龄 八十岁 可能也不到 油肺也很难 如果顶多是剩下十几 所以不努力一点 起步比别人晚 做的都比别人少 那你就根本就浪费了 浪费了 至少要不要空手而回 不空手而回 你不要拿石头 你要拿珠宝你拿石头 那你就麻烦了 所以要知道要怎么样学习功能 要把握 把握这难得的时机 而且没有很长的时间 没有很长 你假设你有一百岁 睡觉吃饭 至少用到五十年过去 生病的时间又用过去 剩下真正累积起来的时间 可能不当二十年 一百年你能够学习 你从出生到你懂事 就算你是那种很善根的 从小就知道学法的 至少也要扣掉十年 一般人就扣掉 像我是18岁开始去靠佛法 算是很早 有些人更晚 18岁我们到佛法 不是就开始用过修行 没那么厉害 到了大概三十几岁的时候 大概快三十几岁 二十五岁 二十八岁就开始出家休息 真的要修了 那也没那么用功 也是好像觉得时间还很长 慢慢来 到了现在有十几岁 觉得好像糟糕 好像时间有点不够用 好像没有那么惨 但是还可以想得到还算不错 那大部分的人是没有的 真正时间不多 起完好的时间 比文佛法思维佛法的时间长 睡觉的时间 昏迷的时间 迷迷糊糊的时间 返返糊糊的时间 糊里糊糊的时间 比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时间长 所以你这样七寇八寇 其实真正累积功德的时间不多 所以要更要把握 更要把握 你看殷孙导师就好了 殷孙导师总学果之后 那一种精神 经常在佛法里面 那实在是了不起 一直在研究佛法 所以他自己讲 深入法案还有六十年 我们只要有深入法案十年 就了不得了 所以要努力 所以要把握难得的时机 精前的修洗正法前 就是我们听到的佛法 我们要努力去实践他 生命是无常 一下子说没有就没有了 真的 今天穿着血 明天不知道还能不能穿 那就不知道 可是今天脱了血上床 明天还不知道能不能下床 就穿这双血 那是不知道的 所以精说能命在呼吸之间 一呼一吸 一般是这样 你能叫做一气不来 就是最后一口气是吐出去的 吐出去没有力量再吸进来 那命就没有了 就是这样 最后是吐出去的 所以就说一吸不来 一气不来 一口气吐出去 没有办法再来 二人就死了 就在呼吸之间 一呼一吸之间而已 那很快 那很快 所以切勿 千万不要等待 明天 明年 或是将来 要趁此大好时光 在佛门中勇往直前的行去 才能与佛法有所得力 那在家人基本上就是 也是要努力 努力行善 努力慈见 努力明白佛法 莫死悠悠乎乎 空过一生 等到一席不来 那与佛法中 还是一无所得 就好像进入了宝山 有珍珠玛瑙 种种的宝 见种种奇异珍宝 却不知己己的捡取受用 等到时间到了 赶快充充满满的离开宝山 就什么都没有 空手厚人 就不能讲 万般带过去 我有夜学生 空手还算不错的 带着一整袋的石头 一整袋的业力 恶业 那就更麻烦 佛法的书生没有拿到 拿到世间的这些恶业 那就更麻烦 所以突然的懊悔开探 那么空空的归去 就什么都没有 两手空空的 生前不努力 臨死屠上碑 这有什么用 据说 有这么多传说 不然真的假的 亞利山大 亞利山大 建立了非常大的帝国 很年轻就死掉了 好像三十几岁 就三十三岁的样子 他建立的帝国超级大 大概除了 我看除了陈奇事案以外 前几四岁的帝国更大 陈奇事案也是 也是在作造的当中死掉 亚利山大 三十三就死掉的时候 据说他死之前有三个遗言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有可能是变的 他说 他跟他说 我死的时候 你要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就是要那一些就是最健康的 第一个他要帝国的 就是他的 这是古宏大城 然后他这个 这个灵鹫到他埋葬的地方 整个屋都要撒钱 精灵财款要撒满屋 第三个 那个棺材不可以盖起来 要把我的两只手放在棺材外面 这个真的假的 他说 第一个要让人家知道 你要教 就是说 你再怎么年轻 再怎么有钱 到最后还是会死 第二个 你再怎么有钱 你到死了 亚利山大那个大帝国 全部是他的 那个欧洲亚洲整个 整大片 建立一个超级大帝国 很多精灵财宝 从他死的地方到他埋葬的地方 一路很长 整路都铺精灵财宝 他也带不走 第三个 我走的时候 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变了 但是据说 据说有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说 那我们这样空过此生 归依佛向佛学习 不再迷迷糊 过生活 归依法修行 不再烦烦烈烈烈 过生活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种体验 好 所以 不要 这个 人命在呼吸之间 也不要等到明天啊 明年啊 有些人讲得更清楚 下辈子 下辈子 我有办法说 下辈子 有一个人 很年轻 那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去看他 他长得很光严 那个时候我刚出家的时候 是二十 二十几岁 二十五 我二十八就出家 他比我还年轻 大概二十五岁 那二十五岁 躺在医院里面 躺在医院认识 我们就去看看 那他原理的女朋友 蛮漂亮的 也是二十几岁 在旁边照顾他 他得到不知道是什么病 好像是血癌的样子 反正那个也没得益 那医生说 可能过 没有三个月就会死掉 就是可能活不到三个月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因为血癌是病还没有的时候 就好像好好的人一样 也没有死 可是一旦发抖起来 就一下子说死就死掉 那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还能够 还一切都正常 那他旁边的女朋友 也男年轻人漂亮 然后也招待他 好像没有死一样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 那你现在已经这么病了 因为我们遇到病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的那是忏违 要发愿 发愿才能够 因为这个是业力 病他基本上也是容易 那你要怨力大过业力 就可以转业力 怨力 因为他是亲力 你怨力大过业力 你就可以转 那你现在生病 你也没办法去造很大的善业 没办法 所以你就躺在医院 你就在医院里面 你也没办法出去 你要造很大的善业也没办法 你要努力有空也没办法 所以这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发大院 发大院就有可能转 有可能有一个刚好医院 有一个什么实验的医院 有一个什么 一如身 因为心力量强 他有可能身心互联想 所以我们就劝他 你发个大院 你说假设让你的病痕 那么你就出家休息 口法立生 立立众生 发这个大院 那你有可能 有可能这个病会严重 那因为他 第一个他病还没那么严重 然后他觉得他的人生还很 他二十几岁 又年轻 你朋友那么漂亮 对不对 家里又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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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长得也很庄 那你朋友又漂亮 刚才谈恋爱 所以他也捨不下 他说我们就劝他说 那你你现在 你可能连命都没有 你现在不要贪恋世界这个东西 他家有钱 然后他说你发愿 如果让我的生命可以元性 我就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众生 把它来立立众生 而不是要命运自己 自己的想要不是 那这样有可能 发大院可以 发大院可以跨越过很多障碍 他想了想说 他怎么发愿呢 如果让我病好 我下辈子就出家 你下辈子 他还不一定要不要 你这辈子可以 你都不做了 所以你不要等下辈子 下辈子还不一定 你这辈子你知道 你都不做了 下辈子都不一定知道 怎么会做你 下辈子还是一样 我等候下辈子 那这个是没意义的 所以那个给我去很深的应该 他为什么要等下辈子 这辈子他还想要 他家有钱 他又长得庄严 他女朋友又漂亮 未来前途还没好 虽然医生宣布他剩下三个月 但是如果发愿会好的话 那我还要去幸福 我的幸福 你看就是这样的观念 过得好 那时候我回来就想很久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命都快没有了 可是如果可以好 那为什么我不继续 如果可以好 为什么我不继续 为什么我不继续 我为什么要舍掉 我的幸福 我为什么要舍掉 我的幸福 你看这种观念 后来我就一直 我一直想想 这个给我印象多想时刻 我出家都快30年了 快30年前的事 我还记得很清楚 所以人就是这样 那我有时候劝我们的 劝我们的这个 这个 一些亲戚朋友休息 他就说 哎呀我事业很大 我还有儿子 儿子要顾 我还要顾孙子 要顾顾完 顾完儿子顾孙子 刚开始要顾太太 顾先生 后来顾儿子 儿子晚要顾孙子 孙子顾完就要顾自己 开始生病 对不对 没有办法休息 后来就没办法休啊 但是也不是说 一定要出家再来休息 但是还是要休息 但是有时候 你很多人就是这样 就是 你没办法 后来就没办法 他就这样一辈子就过了 你看他后来 我本来像他 我们本来说 你要这样发愿 就让我身体好的时候 就用我这个身体 完全奉献给佛教 来做第一种真实的事 后来他就发愿说 那好 如果给我好起来 病毒要好起来 那下辈子一定出家 下辈子谁也看不到 你不够成熙 你没有多久 真的跌跌都死掉 死掉 你看 也没办法 人的习惯是这样 那你就会知道天人 天人很难发心就是这样 很难发心 好 好 那 所以 这个 假设 知道了 不努力 生且不努力 臨死除伤悲 那很多人更可爱 活着的时候不做 然后就希望死后人家帮他做 这也是电脑 你活着的时候你可以做 你就做 你不要等到死了 然后哎呀 这个记得啊 这个帮我伴餐啊 这个帮我伴餐 这个帮我超度啊 这个帮我写牌位啊 没有用 我告诉你 真的没有用 你要在活着的时候自己做 好 文法而发心 随机成差别 他说清静善知识 听闻正法 而发心来修弦 由于众生的根性不同 一位的佛法 也就随机差别 而成为种种差别 就是这一位就是解脱位 所有的人依这样修都能够达到解脱 如果你的解脱跟我的解脱 是一样的解脱 如果我们依佛法修弦 得到的解脱是一样的解脱 所以这个就是一位 一位的佛法 但是每一个人的根基不一样 所以你从布施路 我从慈戒路 你从念佛路 我从文法路 每一个人不太一样 你修耳根元通 我修念佛元通 你观呼吸我修不尽 每一个人路都不太一样 就是根基不一样 那智慧有差别 所以修学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到发心 所以这里有种种的差别 随机就是随他的根基 那么说到发心就是立定自愿 什么叫发心 就是立定自愿 我决定要这样做 我知道这样好 所以我一定要这样做 所做所行 所以行为 以所愿为目标我先进 我发了这个愿 我就朝这个目标前进 就发 你说我发古提心 我就朝古提前进 我发升天的心 我就朝升天的目标前进 升天有升天的方法 出三界解脱有解脱的方法 成果有成果的方法 那你是看你发什么心 比如说我要读艺术学院 你就要在艺术下下功夫 我要读音乐学院 你就要在音乐上下功夫 我要读米工学院 我要读什么读什么 那你这一方面就要加强 一样 那这种决定心 发心不是偶然的起心动愿 这不是 就跟着人家念发心 不是 要发起信愿达到坚定 我坚定的相信 而且我坚定的愿意 我要这样做 我决定要这样做 我肯定要这样做 我一定要这样做 我朝那个目标前进 那个是很坚定的志愿 如来莫大菩萨说法神 说法的时候 如果天者为义人 那当然应该应激说 比如说我只是跟你讲 那我知道你是怎么样的 我就特别为你说 那如果一大群人呢 那没有办法 这个是 这个太深 这个太浅 这个觉得很容易 这个觉得很困难 不一定 就没办法 所以适合 他说假设是一个人 那么因为你知道他喜欢什么 那你知道他的毛病在哪里 那你知道他适合什么 说什么 你知道他是性型人 还是法型人 所以如果适合听者的根性 可以受以浅身不同的反应 如果在大众中 那么就没有办法 但是如来有不可思议的神力 所以在听众听起来都各以为 佛说他能懂的语言 说要他们听的法门 所以说佛语一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不妨说闻到什么法门 自己便是适应于这种法门的根基了 这种这一种就是说我们说佛语一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有两种解释 一种就是佛有大神通大能力 所以佛 你看佛只是用一种声音在说法 然后众生各自听到他要听的 有点像说美国人就听成英语 中国人就听成华语 马来人就听成马来语 那么他不懂的地方 各自解决他不懂的地方 都能够用他的语言 用他的思想 那么达到同样的解脱俗胜 这是一种 那当然这种就比较不可思议 另外一种是佛语一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佛一样说法 比如说佛对大众说法 那么每一个人随他的根基得到他的利益 这法华语叫做一场雨下下来 大树吸了那样的水 小草也吸了那样的水 他说吸那样的水 小草就足以增长 增长 大树又吸那样的水也足以增长 各一他自己的量 吸收他能吸收的 都能够得到利益 这个也是佛语一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小学生就听到小学生的程度 中学生就听到中学生的程度 大学生就听到大学生的程度 所以佛对那么多人说法 佛一个人说法 同样这种语言 这个人听了正出国 这个人听了正恶国 这个人听了正三国 这个人听了正阿罗汉 这个人听了什么都没有正 起善心 这个人听了不但没有正 还起烦恼 各自理解不同 这也是一种说法 比较合理的是像这样的说法 好 我们上去下一看 所以佛一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他说一般说法师 不容易有一音说法的能力 这是讲前面的 这个一音说法 那众生都能够得到理解 佛要说的话 那听众 那时候也不一定 第一个 这个说法的人没有办法像佛这样 阿罗汉也没办法像佛这样 那有这种能力 那也不一定有识别根基的能力 就知道这个众生是什么根基 什么根基的 也没有办法 因为除非没有成功 你智慧很低 不然你哪里知道这个有什么 这个人有什么烦恼 这个人过去都修什么邪 应该要叫他什么修邪 有时候也不知道 所以只能弘扬自己所了解 跟自己所做的 我就了解到这 我就说到这里 我曾经这样做 我会这样做 所以我就教你们这样做 基本上一般人都是这样 或大多数能解能行的法门 或是这样我也做不到 但是我知道要这样做 我正在这样做 你也教你们要这样做 也就像这样 多数人就是教大家都 多数人能够做的 因为这有些人比较深的 那依多数人的为主 所以多数人能够做的 所以多数人能解能行的 比较能够理解的 比较能够做的 那少数人那没办法 那就也没办法 因为不能够一英典说法 众生随略各得解 所以多数人为主就这样 所以有一些就像佛陀也讲 对在家人 基本上普遍的话 或是讲世界升天之法 那么个别的住家人 比如说西达多这种人 他就跟他讲苦其灭道解脱之法 也有正出国恶国的人 他就不用再跟他讲世界升天之法 就跟他讲出药法 就是这个苦其灭道 如产如我解脱之法 那如果对大多数是在家人 那当然讲这个 大多数出家人 出家人就是要解脱的 就讲苦其灭道 那如果少数的出家人 多数的在家人 就以多数的出家人 另一多数的出家人为主 那佛陀也有这样子 我们看 那一般的人 没有像佛陀那么大的能力 那大部分是这样的 所以 那听众听到这样的法门 并不一定是适应这一法门的根性 所以有些人听会不相应 有的从经典去闻 无论随手取来 或是徐继而读 就是有的人看书 以前没有书 现在有看书 看这个看那一本 或是听人而说而选读 都不能说到遇到什么就是什么根性 例如像西藏密法圣行 南方小圣圣行 你去泰国生理南法 都是小圣佛教 到西藏是密圣佛教 中国曾从前禅宗圣行 几乎到处都是这样 就变成 你如果生在佛教国家 那基本上就是信佛教 你如果生在西藏 那你的佛法大概就是那个款 你如果到日本 那日本佛教也很奇怪 你就是那个款 你就认为这个就是佛教 那其实有些不定 那所以因为它基本上环境就是这样 所以也没办法 那你说你能够说西藏都是密宗根性 南方都是小圣根性 其实也不去哪 只是因为没办法 就是那个环境就是这样 中国从前都是顿路的根性 因为以前就是禅宗的 所以自己是什么根性 并不一定是你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不是这样 而是依自己所发的心愿里面 你是要发真上身心 深天的心 或是真上身心就是 未来要比现在好 下一辈子要比这辈子好 真上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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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上就是未来比现在好 现在要比过去好 未来要比现在好 下一辈子要比这一辈子好 真上身心 这个 有的是发初离心 要解剖三千 有的是发菩提心 无上菩提心 这个是要成果 所以你这什么根性 是依自己所发的心愿里面 却不要读诵受辞某准法门 便是以为是什么根性 我修密的我就是密圣的根性 最上圣 那不是要最上圣 我是念佛的 我就变成信心的 还不一定 从前西藏有一个喇嘛 修起成佛的密法 结果却证了生文果 有人以此事问善之士 善之士说 修密法而证小果总算还好 还有修密法而成天本外道 成天本外道也还好 还有修密法做三二道的 老师有没有做 佛法也一样 所以不要偏执什么法门是大寺庙 还是检点自己的发心要求 要想想自己是不是发大心 你只想要修大法 也没有发大心 大法是从大心来的 那如果觉得我是修这个 我是最上根性的 我遇到这个就像不定 要看你的血 那你发初霓心 你根本就没有揽着无意 你就发初霓心 所以他说修密法变成小圣 这算好 还有变成天本外道的 天本外道也还算好 还有下三二道的 那一个还有 所以我们这里基本上是重点是 你要常常跟你的心符合 跟法相不相应 法跟心相不相应 心跟法相不相应 行十善一定是身兼吗 不一定 菩萨也行十善啊 菩萨行十善可以成佛 所以十善法不一定是身兼法 那是因为你有真善身兼 你想升天 你行十善就升天 如果你要成佛 一定要要行十善 十善法是菩萨戒然 你行十善法你可以成佛 所以十善法不一定是身兼法 所以看你怎么发心 你用要成佛的心来行十善 它就是成佛的资料 你用解脱的心来行十善 它就是解脱的资料 你用要升天的心来行十善 它就是升天的资料 你要用下辈子幸福美满的心 生人幸福美满的心来行十善 你这个就是你下辈子幸福美满的资料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看你发什么心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时间到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果大